三权分立是一个民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 执法、立法跟司法本来应该是互不感涉 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的 但是在2007年的今天 当时候被刚交案缠身的在野党领袖安华 却放出了一颗重磅弹 一只在2002年就被偷录下来 一名律师在讲电话的短片 而全民的怒火也进而推动了大马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 让在野党取得空前的胜利奇迹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通对话记录 什么样的偷录短片 可以揭发出大马司法制度的黑暗面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一期 明明推动了历史 但却没有写进我们历史课本的事件 灵感影片 要看更多有趣的故事和纪录片 要用什么呢 当然就是Surfshark 有了它你就可以开启 像是Netflix上面更多不同国家的影视支援库 或者是像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 Hulu平台上面的其他纪录片 例如Alone,Dualtif,Enron 又或者是其他喜剧像是The Office 全部你都看得到哦 除此之外 Surfshark也是我们的网络定习丸 他们会采用加密手段帮助你更改IP地址 这样子就可以确保其他人没有办法跟踪你的网络行踪 窃取你的资料杜绝监视啦 只需要一个账号就可以在无线数量的设备上 例如电脑电视游戏主机等等使用Surfshark非常的方便哦 Surfshark最厉害的当然还有他们的金牌客服啦 7天24小时随传随到只要call就可以帮你解决任何的问题 30天内试用不满意 他还会全额退款给你哦 真的是非常有自信啊 Surfshark 现在输入我们的独家PromoCode BBCan Network 就可以获得三个月的免费使用 还有你的专属折扣哦 赶快点击来领取吧 记得Surfshark VPN上网无界线 Lingham是在大马职业的从业律师 更在司法界已经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分量 然而在07年的9月19日 一则对坏记录的影片释出之后 却让他瞬间陷入了全国舆论的中心 而释出这一支影片的正是当年的反对党领袖 也就是现在的首相安华 当时的安华因为自己的基监案被判罪成 而不断地控诉大马的司法是被操纵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他是被政治迫害 然而呢 就在9月19日当天 他最后一个杀手见出来 就是他丢出了这一支被偷录下来的影片 让大家相信司法真的很黑暗 这视频拍摄这个影片 带来影响了最高的司法 在一个产生的迷得 为實力上有差的责任 啊 我的天啊 啊 你也很正确 但不要忘了 我们会把他们与立场 影片里面我们看到林甘在自己的家里和别人打电话 而在这个对话当中 他就扮演起了一个中间人 试图去左右跟影响大马大法官人选的决定 而结合林甘放下电话后和另外一名怀疑伤人的对话 我们可以判断他当时候疑似在跟另外一名高庭的法官阿末法罗斯对话 在电话当中他就提到 当时候首席大法官赛定阿都拉已经要退休了 所以他们自己阵营的人必须安排自己的人上去 并表示他会努力让对方 也就是阿末法罗斯接任这个首席大法官的职位 他会让巫统的领袖登顾安南 以及华谊商人陈志远等人一起帮枪 来劝说当时候的首相马哈迪 让他去接任首席大法官 还会安排阿末法罗斯丹斯里的头衔 提高他的社会地位让他更有力去角逐这个重大的职位 林甘还向阿末法罗斯保证 除了会委认为马来亚大法官之外 他还会继续晋升为上述厅的主席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巧合 在这种电话打了之后结束之后 当年的12月阿末法罗斯还真的委认为上述厅的主席 并且在2003年晋升为首席大法官 除此之外这种电话还牵扯出其他的成年案件 比如林甘在电话当中强调 他知道阿末法罗斯非常的忠诚 马哈迪也知道他很忠诚 因为他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是的各位 为了大选为了黄珠强和所有事情 黄珠强是谁呢 又是什么样的案件呢 原来不给兵当 这个国会议席在1995年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该议席的国会议员 当时候是来自民主行动党的黄珠强 然而他后来因为一宗藐视法庭的案件 而被判罪名成立 丢掉了他外币的身份 失去了议席 而下判的法官当时候正是阿末法罗斯 而真正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这个选区并没有因为这个议员失去资格 而去进行补选 而是直接由法官下判 让马华的候选人 李崇梦去接替了这个议席的职位 而在当时候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渲染大波 而这支影片一被阿华留出来之后 全国上下都非常愤怒 大家都很好奇 大马司法这些年来 到底有什么案件是被操纵的 那些案件是公平的 但他对司法的信心也跌到了谷底 在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之后 政府却只在6天后才慢吞吞的跑出来回应 当时候副首相的纳吉就说 他会去调查 但不需要成立所谓的皇家委员会 只需要成立三人调查小组就够了 我靠 是怎么样 三个臭皮酱胜过一个诸葛亮是不是 而这个没有成立的举动也遭到了律师公会 当时的在野党组织以及各大的NGO大力的抨击 律师公会甚至举行了游行抗议 反弹会被迫也只能够介入调查 而且反弹会的调查方向也非常的有意思 他们做过的努力就包括 把这8分钟的影片送去香港鉴定 看有没有人做过手脚 事发过后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了 于是反弹会怎么样呢 他就表示不能再继续调查 因为这个影片不是完整的 Hello 不完整的影片就不代表这个影片是被动过手脚的 你懂吗 就好像你现在没有看完这支影片 你也可以滑去按一个like的嘛 没有问题的 回归正题 反弹会为了一直很强调要完整的影片 于是他们不断的逼迫安华交出完整版 还要交出到底是谁拍摄的吹哨者身份 否则将以抵触1997年反弹会法令的第29C条文 来提供他们醉成 可有两年的牢狱自在以及罚款1万令吉 对于反弹会的恐吓呢 公正党的副主席西华不为所动 他们说为了保护吹哨者身份 政府起码得要先成立皇家委员会 他们才能够公布 西华也很奇怪 为什么反弹会当时不是去查对话当中的那些人 反而要查影片的提供者呢 当然后续 这位影片的拍摄者也浮出水面了 就是华裔企业家罗美华的儿子 罗国本 当天罗美华和他儿子因为在法律上有一些事宜 想要咨询该律师 于是便到林甘的家去吃晚餐 然后这一次的见面 林甘却一直在那边听电话 没有好好地去招待他们 罗国本在等候的时候 就拿起手机顺手拍摄 于是就录下了这一段可怕的对话 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下次请客人吃饭的时候要好好招待 ok不要一直讲电话 一开始罗美华并不想烫这个浑水 公正党也曾多次要求他们挺身而出 去指控林甘 但是罗美华都表示 我们不愿意为何要我卷入这件事情 但是事后呢 反贪会还在不断地骚扰罗国本 以及他的家人 而反贪会日夜的跟踪 偷听电话 侵犯隐私等等 终于让罗国本忍无可忍 写信给首相以及其秘书小组 希望可以帮助协助调查 但是前提是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结果却失成大海 于是他才决定向公众揭露自己的身份 因为这样子才是最好保护自己的方式 而罗国本也凭着这一个勇敢的举措 被安华招揽进入公正党 并且在格兰娜加亚的议席当中胜选 但是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到当年 当时候的首相阿杜拉迫于压力 终于成立了所谓的皇家委员会 在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当中 林甘被问到影片里的人 到底是不是他的时候 他说 一时间也成为了当代所有渣男的警局 啊这个不是我啊 老婆这真的不是我 可是当然你讲什么样不重要 重点是 那个影片里面拍到的就是你的家 所以人家问他 可是这个是你家哦 你为什么在家讲电话 所以要提到这些大人物的名字的时候 他却说 我在我自己的家 我喜欢讲什么名字都可以的啊 反应过来就是我在我家 要吹牛吹多大就吹多大咯 而随后呢 林甘可谓是重判情理 甚至是连他自己的弟弟都出面指控 林甘确实有在贿赂法官 以及其他的高官 结果林甘马上向法庭以及媒体表示 他的弟弟其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一直都有幻想以及被害妄想症 这反而导致他的另一个弟弟生气 出面一起来指控林甘 他说他其实没有林甘贪污的证据 但是听到林甘说他的另外一个兄弟 有精神疾病的时候 他才真的忍不了 他没有办法接受林甘这样子对付自己的家人 才决定站出来力挺另外一个兄弟来指控林甘 结果是在2010年8月2日 本身是信徒庙主持的拉正德兰 居然遭到了三名助理攻击给打死了 影片的拍摄者兼当时候 公正党格拉纳佳佳的国会议员 罗国本就感叹到 虽然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够去乱乱指责 但是确实在这起案件的涉事者当中 有许多人都发生了命案 其中包括林甘的司机 黄委会原本要传造这名司机 但是在5月份他也发生意外身亡 罗国本自己的办公室 也不断的遭到抱歉跟破坏 他不仅感叹到这背后的势力到底有多大 而事情的最后 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也出来了 他们认为案件中主要人物 所扮演的角色和集体行动 已经破坏和侵蚀的司法机构的独立和完整性 并且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也建议 当局可以引用1948年的煽动法令 1972年的官方机密法令和刑事法典 来调查这个案件 但是当然 有关当局一直都以证据不足为义务 没有采取过任何的行动 当时的反对党议员在国会提问的时候 首相署以及内政部则以书面方式来回答说 当局针对林甘案件的四个档案 三个已经列为无下一步行动 另一个则是缺少了重要证人 而林甘最后也因为别的案件而被控 藐视法庭最最沉 才被摘除了现在律师的执照 而时至今日 林甘都身处在海外 没有回过马来西亚 马迪则表示 选择法官一向来都是他非常独断的决定 他不会被他人所影响 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林甘 意思就是 林甘是自己在家里面讲电话吹牛 来impress当时的客人了 这也成为了这个故事 另外一种版本的说法 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你觉得这个影片是真的吗? 你相信大马的司法制度 你认为即便他当时是黑暗的 他现在有没有恢复过来呢? 欢迎留下你的看法 而我们今天的灵感影片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得订阅、按赞跟分享 司法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支柱 如果连司法都不再能够让人民相信的话 那在这个国家里面 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呢? 相信我啦!